三种不退,小臣无意不退。 不要看小臣粗苦, 正得粗苦人的好处, 他决定不会退转到三祸道, 他生生世世人天念道, 人间寿命到了升天, 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, 只有人天往返,没有三祸道, 也不会变成罗刹修罗, 无意不退。 行不退菩萨, 决定不会退转菩提心。 菩萨发心先度众生, 再度自己, 先成就人了, 自己再成就我。 第三种念不退, 念不退是法神菩萨, 这个高楼。 念念去向无上不提, 自行化道, 没有起心动念过。 那六根结束六成经节, 没起心动念的, 这个我们也许啊, 眼见色, 二文神, 不为身世所干扰, 那不为身世所动有, 你的心清净, 你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, 听得清楚, 看得清楚, 不放在心上, 这叫大修行人, 真意修行人。 那要在日常生活上练啊, 特别是人死环境啊, 要用什么心理, 把所有一切众生, 都看作阿弥陀佛, 妙计量。 看到你阿弥陀佛, 问你, 真意啊, 你是阿弥陀佛了, 他也是阿弥陀佛, 个个都是阿弥陀佛, 好啊, 修行的永州方法, 看到人是阿弥陀佛, 看到畜生是阿弥陀佛, 小狗小猫, 看到蚊虫蚂蚁都是阿弥陀佛, 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靠定了, 这一切的一切, 全是阿弥陀佛化身, 全是阿弥陀佛来度我的, 那我这个念头一转, 业障就没有了, 你转不了就业障, 为什么呢, 报复嘛, 国报嘛, 念头一转的时候, 报复就没有了, 没有国了, 我是弥陀的子, 除我之外, 全是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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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